過去那種很多戰術要在改變 所以這種普篩的 一般來講社區普篩大概也不太確實 因為這個 當那個快篩陽性已經降到1%的時候 再做社區普篩恐怕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們要開始做精準的篩檢 把這個確診者旁邊撈出來 今天是警察節 所以要先各位辛苦的警察同仁說 謝謝 因為事實上我今天早上有到信義國中 松山文創園區 還有莊敬診所還有臺安醫院去看 其實我們還是動員相當多的警察在維持秩序 所以不管是注射地點維持秩序 到這個市場的任由管制 在這個大太陽底下 非常謝謝警察同仁的辛苦 所以今天是警察節 首先跟各位警察說謝謝你 祝你們警察節快樂 那今天公布的本土案例是132例 那臺北市已經降到26 那今天死亡案例是8例 其實這死亡案例已經不是很準確了 因為他很難去反應疫情的狀態 我們看看臺北市在12個行政區的現況 一般來講這個疫情就慢慢趨緩以後 所以整個戰術要開始改變 過去我們是一種 比方說熱區要去處理 可是現在數量開始少的話 我們現在問題是我們如何把躲在社區裡面 那些潛藏的感染源頭 要撲滅 所以這個過去是那種大會散的打法 現在要開始進入消滅游擊隊 不管他是躲在看什麼地方 要把一個一個把它挑出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12個行政區的數據變化 你知道 一般來講我們會從那個 從那個20週開始下降 特別是我們看第21週跟22週 在臺北市12個行政區 只有一個是反而增加 因為大部分到22週 他的數量都比21週低 所以南港他是很特殊 大家都減少 只有他沒有減少 所以我們立刻會用Google Map去查出 結果後來我們就查出他有個群聚 那再把它撲滅掉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開始要用疫調的方法 用Google Map 用這個精準篩檢 你知道 然後這種熱點消滅 熱點見面戰去處理 也許用這個方法 可以讓這個確診案例 一步一步的減少 這是目前的作戰計畫 那也隨著確診人數的減少 開始對這個 整個這種健康服務中心的這種壓力就下降 慢慢現在居家隔離人數 有慢慢在下降 不過這通常要慢兩個禮拜才反映的出來 那麽 這個快篩陽性人數 昨天也算是新低了 降到9個 不過我相信有時候會稍微偏低 因為在假日期間 過去的經驗就假日期間 陽性數會減少 主要因為是大家不想 去醫院 所以 不過 我看那個快篩的百分比 也是慢慢在下降 所以總的來講是 台北市的確診人數在下降 所以也因為這人數在下降 所以過去那種 很多戰術要在改變 所以這種普篩的 一般來講社區普篩大概也不太確實際 因為這個 當那個快篩陽性已經降到1%的時候 再做社區普篩 恐怕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們要開始做精準普篩 精準的篩檢 把這個確診者旁邊撈出來 我最近去看了一下 這個 中央公佈的確診病例數 跟我們的陽性 每個禮拜 我們台北市20個 醫院的急診的快篩陽性 去畫圖你知道 黃色的是快篩陽性 綠色的是中央公佈的確診案例 PIC有一點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完全反應 不過趨勢看差不多 大概會差到 大概差3天左右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比 比一般公佈那個確診人數 用快篩人數的變化 大概可以早3天 比目前確診人數早3天 知道趨勢的變化 我們去比較說快篩陽性的case 後來做PCR陽性的數 大概 有時候會差很大 不過大部分的時候是 還算差不多了 當然那個突然差很大 那個 是有時候涉及廠牌 所以我們慢慢在這段時間 有時候是用哪個廠牌 再誤差比較大 慢慢再調整 不過科學就是這樣 隨著時間的進行 我們會越來越精確 所以一般來講快篩 會比PCR更具時效性 不過最近因為整個PCR 做的速度越來越快 我們現在考慮 這快篩的價值就越來越低了 因為現在做完以後 直接從PCR這幾個鐘頭就會出來 所以跟過去要等3天才知道PCR結果 大大不同 所以快篩在目前的整個疫調的功能 隨著PCR這個容量的上升 慢慢再變低了 那今天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打疫苗 所以算我大概我們今天 原則上今天應該大概早上要打掉1萬 1萬名的長者 因為我們預約3萬 然後一天半打 所以每半天應該要打差不多1萬人 那今天早上我有到新宇國中 還有松山文創園區 還有中靜診所跟台灣醫院去視察一下 一開始人還是比較多 所以這個地方就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我們預約你知道 因為隔離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空間的隔離 就是大家維持距離 可是這樣的話 你那空間要很大 所以有辦法做這種叫空間的隔離 另外一個叫時間的隔離 因為你只要在不同的時間來 你知道嗎 我們就假設這病毒 也會掉到地上來 所以只要隔個15分鐘 你知道大概也不太會感染 所以空間的隔離是一個方法 時間的隔離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我們還是主張網路去預約 比方說你有預約到 那你就不用那麼早來 因為我們以前常常習慣 都太慢起 叫別人唱起 你知道嗎 反正你有預約到的嘛 所以你就照時間來就好 你不用 不會說我太晚去 那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就不用那麼早來 再者 如果你預約的時間是9點到10點 那你就9點來就可以 甚至9點59分來都可以 你9點開始 你7點來幹什麼 只是讓自己排隊而已嘛 沒有用 所以為什麼要預約一次你知道 就是要達到這種分時段你知道 做到這種空間分隔的效應 不過是這樣 這個去打疫苗還是要記得帶 健保卡身分證 唉唷啦 在台北市 反正敬老卡帶著 坐計程車還可以扣50塊 也不錯 所以 今天早上 還是人稍微有一點多你知道 特別在 我發現在9點半到10點 那段時間人最多了 只要跟大家呼籲說 有預約到 你就不用擔心 反正一定會打得到 所以不用那麼早來 如果跟你講9點到10點 你就9點到10點來 早來也沒有用 因為也不會你早來我們就早開始 不可能 所以你也不用浪費 排隊那兩個鐘頭 所以結論就是 在未來的時間你知道 如果我們要繼續打疫苗 我們還是請大家 儘量上網預約 當然那個程式我們會再改進 所以 這個還是請大家 請大家告訴大家 預約時段來就可以了 早來沒有用 然後帶健保卡身分證 再來就是 那個 預約的簡訊或者通知單 所以我們還是鼓勵大家用預約的方式 當然如果你說有數位落差 當然如果說你說有數位落差 但是如果是那個 跟你排時間 我們就很難用小時去切割 這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不知道 比較難預測 所以儘量用預約 還有 有靜勞卡愛心卡就帶來 做計程車還可以扣50塊 還有人 這個我今天早上去看 常常一個長者來 揮用一個 外用一個 然後家人又一個 搞不好又 又其他家屬 所以一個長者來打 我來了一大堆人 所以這個 儘量精簡 避免 人越少越好 避免群聚 好